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创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在市场上有一些专家 他们正在预测 说这个即将出炉的财政预算案 很有可能会砍掉汽油的补贴 然后把这些钱变成原租金 直接用现金的方式来补贴这些B4的群体 这个我要强调一下 这个还不是官方的证明 这只是一些专家预测罢了 但是我是很担心 这个东西并不是空穴来缝 这些专家可能已经得到了一些内幕 还是什么小道小戏 直到政府将会这样做 所以他们才敢这样讲 我是希望不是这样 我是希望到最后政府 并不如这些专家所预测的 会走到这一步棋 因为我在这里 我必须要非常正宗的说 这一步棋 也就是砍这个汽油补贴 会非常的糟糕 所带来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OK 讲到这里 我必须要先澄清一点 是的 我讲到这里 可能人家会认为我 你无其冲 做牙医的人 开诊所的人 你还怕什么汽油补贴被砍 那个汽油补贴也是补贴你们这些有钱人罢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是有钱了 我这里我先跟大家澄清一点 是的 是的 汽油如果继续有补贴 小弟肯定有收费 但是我告诉你 小弟我呢 现在呢 我都是常年 我在这个古来罢了 我的车呢 最远也是去到新山 古来新山 古来新山 我的车油呢 可以讲一个礼拜才打一次 一缸油可以用一两个礼拜那种 我其实是很省用油的 其实这个油价的起伏呢 对于我本身的用量啊 是差不远的 所以我要特别澄清 不是说我很好这个汽油补贴 OK 你们知道了这个先题 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OK 好 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这个汽油补贴 你如果砍下去了 所带出来的连锁反应是非常严重的 怎样说严重呢 你都知道呢 在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啊 最依靠的那个能源啊 是什么 一个就是电 还有一个就是汽油 所有的经济啊 所有的行业啊 都必须要依赖这个电 跟这个汽油才会走 而这个电跟汽油的成本啊 绝对会影响整个市场 所有行业的成本 不管是什么行业都好 如果你电费起还是你的汽油起 所有的行业都会被必要起价 然后呢 A起价影响到B起价 B起价影响到C起价 这样一路到Z起价 整个通货膨胀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啊 我相信我这样讲大家都明白 OK 之前的电费呢 政府就是踩BREAK 政府呢 只是呢 拿那些呢 出口的大企业来开刀 其他中小型企业 还有本地的用户呢 不敢动 因为就是怕这一个效应 现在这个汽油啊 也是一样 这汽油呢 你如果动下去的话呢 就好像你当初 如果你电费有动到本地的用户的话呢 那时候呢 它的效果就是这样 我刚才说的 从A到J 一直排开 全部连锁着去 涨价涨价涨价 到最后到Z的时候呢 就是通货膨胀 到时候我告诉你 你说这个汽油补贴是浪费吗 浪费在有钱人身上吗 然后穷人没有受费吗 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情况 如果因为你砍了这个汽油今天啊 到最后所引发的那个通货膨胀了 结果呢 更加大大的增加了那些B4的 穷人的生活成本 到时候对于B4的来说呢 是得不偿识的 有想过这样的情况呢 绝对会发生 我绝对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一定会发生 OK 所以我也明白 政府呢 一直在那边说 去年花了800亿来津贴这个汽油 OK 我绝对明白 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政府呢 也没有钱了 要撑下去了也很难 所以呢 必须要有一个替代的方案 OK 所以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呢 这个汽油补贴不可能天长地久了 总有一天会到尽头了 但是呢 这个尽头呢 也不至于是 你今天宣布 明天就执行 明天直接到尽头 不可能的嘛 你不一定要零或一百 两个选一个 要就零 要就一百 你可以选一到九十九了嘛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汽油补贴呢 绝对不可以一次过砍到完 你给再多钱 给这个B4神 没有用的 因为到最后 B4神所要承受的那个通货膨胀啊 他的生活成本啊 会增加到更加的严重 所以呢 要做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到九十九 这个汽油的价钱呢 你可以慢慢的起 但是绝对不是一次过 把整个今天拿掉 你可以慢慢的起 怎样说慢慢的起呢 你可以三个月起一脚 三个月起一脚 这样慢慢起起起起 OK 可以到五年后 五年后呢 是五年后就等于有 多少个三个月 五四二十 你可以起二十次 二十次的话呢 就可以起两块 也是够本啊 刚刚好 刚刚好 因为呢 现在呢 那个 清油啊 是四块多吗 然后那个黄油 是两块多吗 OK 你如果用五年时间 三个月起一脚的话呢 就刚刚好 到四块 OK 可以 不过我告诉你 到了尽头的时候啊 到了黄油也四块的时候啊 那时候人民的生活成本 也是很高一下哦 只不过是慢慢的起啦 你如果是一下子啦 黄油啊 从两块变四块的话 我不敢看了 我告诉你啊 现在呢 我说我古来的云头面 一跌是六块半七块了 如果你这样砍过去 可能明天呢 就是二位数的了 十块以上了 如果你是慢慢的掉三个月起一毛的话呢 可能那个云头面还会给你六块半 七块七块半啊 你直接起一个两块的话啊 就是直接十块以上了啊 所以你们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想 不是说你给钱就可以啊 你给钱你一年你给多少啊 给那种 最多不是给一个几百块啊 可是你那几百块你没有办法cover啊 这个啊 汽油补贴被撤销过后啊 所直接导致的同货本账 所直接导致的这个生活成本的增加 你没有办法cover你知道吗 所以要好好的算这一笔账 而且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就是呢 你如果搞出一个这么大单的事情出来的话呢 你的明星是完蛋的了 等一下不要洗来等2.0提早来啊 我告诉你啊 是可能发生的啊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你说我危言耸听也好 我就是危言耸听 我在这里是警告我们政府呢 千万不好一次过拿掉那个汽油补贴 你一拿掉的话 后果之负啊 所以我希望呢 这个专家呢 并不是得到什么啊 内幕啊 还是爆料啊 我希望纯粹只是他在那边胡说八道八道 我是希望呢 政府你如果真的是要做这个事情 慢慢来 不要零扩一百 我们一到九十九好不好 OK 今天我去跟大家和讲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